頭頂三千煩惱絲 生活中各式各樣的壓力 迎面而來滿頭白髮狂冒 有可能是身體的警訊 中醫師就點名了台北市長 參選人陳時中壓力大太累了 中醫師說可以從白髮冒出的位置 知道身體哪個部位可能有問題 像是白髮長在兩側 代表肝火旺壓力大 長在頭頂則是身心太疲憊 而老是長在前額 則是腸胃不好愛吃甜食 中醫師分享 平時除了均衡飲食規律運動之外 也可以補充一下營養素 幫助黑色素的形成 有時可知不是老了才長白髮 也可以多加留意從食補中著手 就算是疫情期間 也都要多多運動放鬆身心 華視新聞許麟禎 黃瑞麟台北報導